各位朋友 您好 我是叶明兰 欢迎收看今天十月十四号公示晚间新闻 新闻一开始来看又有医师诈领健保费 新北市联合医院前麻醉科主任陈彦波 以及洪庆章医师 从2007年开始 协同四名护理人员 透过福报手术麻醉费用诈领健保费 四年来涉嫌诈领健保费大约六十万 昨天晚上六个人被移送递检署 两名医师因为设有重嫌 检方深夜向法院申请深压获准 板桥地检署与廉政署联手破获 医生诈领健保费案 周四晚间兵分二路到新北市立联合医院板桥 及三重院区搜索 结果发现麻醉科前主任陈彦波 和医生洪庆章两人从2007年起 以福报手术麻醉费用方式 诈领健保费 并指示四名护士协助伪造病例 试程后再给护士奖金 在开立这个麻醉的处方的时候 还有医疗器材的时候 是A器材跟A麻醉行为 那申报的时候是改以 B的医疗器材 还有这个健保的申报 新北市卫生局表示 四年多来两位涉案 医师伪造超过上百笔资料 诈领金额约六十万元左右 也因为每笔诈领金额 单价不高 不易被发现 政府单位直到今年四月 才发现有意通报地检署后 周四将六位涉案人 以被告身份带回连政署 征讯以伪造文书诈欺 等罪嫌移送地检署连夜复讯 最后检察官将四名护士请回 但两名医师因涉有重嫌 恐有创政之余 检方深夜向法院申请积押 在第一时间将这两位医师 做停止的处分 未来若司法单位有起诉 或判刑确定 我们将依医师法第25条 第二项来惩戒 由于日前新北市立联合医院 才传出采购弊案 前院长沈希泽遭到收押 现在又报医护人员 涉嫌诈领健保给付案 对此新北市卫生局表示 涉案人员若遭检方强制处分 卫生局就会根据人事法规惩处 未来也会对新北市立联合医院 加强监督 记者为了与林郭黄新北市报道